大家好,我是教育局特殊教育分部的同事Sharon 今天很高興來到聖約室英文中學 訪問潘永強校長和她的團隊 知道她們在特殊教育方面下了不少心機 在支援的工作裏也花了不少精神在學生身上 我亦都了解到她們特別為了學生 安排很多不同的活動,啟發她們多元智能的發展 究竟她們怎樣落實這些理念呢? 我們現在去請教她們吧! 今天坐在我們身邊的 就是聖約室英文中學潘永強校長 很感謝你接受我的專訪 一知道推行融合教育相當不容易 尤其是怎樣落實全校參與 以至會安排適時的活動給學生 今天潘校長會和我分享一些心得 我認為每一個學生都有她獨特的天賦 無論她是屬於哪一類型的學生 只要我們提供一個適切的機會 她都有機會發揮到最好 南校的學生 一般都是比較積極和主動去參與科學活動 學校便可以利用這個空間 發掘一下同學在參與科學活動時的潛臨 從而我們可以令到學生有機會發揮她的所出 這也是我們在推行共融文化時的其中一個策略 積極推廣科學活動 為了要按照學生的需要 而安排適切的科學活動 在學期初 我會安排我們的聖稿和科學活動主任 大家坐在一起 探討一下究竟我們的學生實際的需要 從而為他們提供適切的活動 以達至我們及早識別和及早安排的原則 而具體安排的情況 我將會交給我們的聖稿 為大家展示 而且確實有些科學活動 針對特殊教學需要學生有很大的幫助 就要來學校一個很特別的科學活動 配音班做一個例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配音班是專門針對特殊教學需要學生 而開設的一個科學活動 當中的成員包括自閉症的同學生 過度會約症的同學 以及屬於第三層級 支援類別的特殊教學需要學生 首先透過這個活動 我們會幫助一班有言語障礙的同學 我們會跟著校的言語治療師 去共同定立一些目標 幫助一班有言語障礙的同學 學習發音技巧 以及一些音調的技巧 我們招募的成員 最主要都是中三和中四的同學為主 透過他們的參與 其實亦是鋪排著他們接下來的生涯規劃 學校透過配音班這個科學活動 是幫助到一班SCN的學生提升他們的執行功能 大家普遍都清楚 ADHD的學生對於持久專注力 一向都出現很大的困難 透過隆層各類形形式式的校內活動 一班國際社會成員連同主席 一起去解決困難 當中亦都是學習到 透過遇上意見分歧的時候 如何去解決困難 以及學習互相尊重 特別值得留意的地方 是透過配音班這個訓練 的確很多ADHD的學生 在持久專注力方面 是有顯著的提升的 推行共用文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只要打造和經營 學校一直都十分重視 推行共用文化 他們特別加設了共用洲 我們一起聽聽他們的寶貴經驗吧 共用洲是我們學校 推廣共用文化的一個很核心的活動 每年為繼五天的共用洲 我們由組會、班主任節、小式和五線的時間 都有不同類型的活動 讓全校師生一起參與 當中我講的不同類型的活動 都是由一班SEN同學生 做統籌的 老師付權給這班SEN同學生 去做領導 例如有共用體驗、烹飪的示範 師生地壺球比賽 和師生配音班比賽 這些活動都得到相當多 老師和同學生的積極參與 對於提升共用文化有很大幫助 是呀 為了這裏配合就是這個共用洲 其實我們都是給老師和學生 可以在這個共用洲裏面全程投入 積極參與 學期初的時間裏面 我們都呼籲在學會 或者一些科目活動組織 盡量避免在這個共用洲裏面推行其他活動 凡此種種都有利於 我們將這個共用文化推出更加的效果 是的 校長 我記得每年的共用洲 你和兩位副校長都會積極參與我們共用洲 不同類型的活動 作為校的領導 我覺得主動積極參與 除了能夠支持到老師參與 學生參與這個共用洲之外 其實最重要就是可以令到我們 共用文化這個概念得以落實 新泰國的設立是希望提供一個空間 讓同學接觸靈類的生物 感受生命 接觸生命 這個同學會照顧一個不同的爬叢缸 或者一種動物 每一種動物都會由一個或者兩個同學一起照顧 達到一個協助的功能 也正正符合天主教教育的五大學生價值 家庭和愛 這個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地方 新泰國另外一個特色就是一個很舒服的減壓空間 對一班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來說 是一個好的溝通平台 其實新泰國也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去提升共用文化 我和盧老師都透過功能行為分析 Functional Behavior Analysis 幫助研究一班自衛症同學 如何去融入校園 其實我和盧老師都會透過他們一班自衛症同學 在生泰國的互動 了解他們的行為模式 行為對象和一些行為帶來的結果 幫助他們和其他同學做一個配對 形成一個共融的圈子 幫助他們建立社交的活動 以生泰國做一個例子 的確一班自衛症同學 在我和盧老師的協助之下 他們能夠很輕鬆地和其他同學講解 其他生物的特徵 當然我們老師也要在不同層面訓練一班同學 如何向一班自衛症同學發問問題 和了解一班自衛症同學的行為和反應 避免產生誤解 我們說推人全校參與融合教育 非常之重要 管理層如何去支持 其實是帶動整體團隊的動力 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具體做法 如何提升支援工作的效能 首先我覺得應該要確保全校的老師有個共識 我們透過在校務會議 為這個聲稿提供一個好的平台 讓他可以向所有的同事老師 可以告訴他一些 SDN的同學最新的資訊 從而為同學提供適切的照顧 另一方面 我們不應該只顧著 照顧他們學業水平方面的能力 我們應該提供多些機會 給一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同學 參與課活動 例如我們在星期五的下午 我們會將其中兩節 辟為課外活動節 讓同學可以有機會 按他們的喜好 選擇他們喜歡的活動 此外 為了更有效去照顧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我們學校是銳意為老師們 提供一些專業的培訓課程 提升他們的專業能量 另外我們在初中階段 是推行小班教學 希望可以透過降低師生的比例 令到更多的同學 可以獲得適切的關顧 幫助長這樣聽下去 似乎學校在各方面的工作 都很全方位 在知識技能態度三方面 都有橫紋緊扣去照顧學生的需要 最後 班校長有沒有贈言 可以送給業界同工呢 共同參與 同行支持 我認為老師的參與 是非常影響到學生學習的成效 所以我這裡都很想呼籲所有的同工 大家可以發揮到全校一個共同參與的精神 這樣我們可以達到一個時半功倍的效果 做學校的領導 我們出席他們的一些比賽 一些活動 一些班長 要支援所有參與的老師 參與學生 他們在心靈上的需要 一句多謝 一句讚賞 都能夠提升大家對學校的歸屬感 相信大家聽過學校的分享之後 都明白到怎樣 讓課外活動 令到支援工作變得更加有意思 我們明白到這些的支援 讓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在同一片天空都可以發熱發光 在發展發展 成功 ashan 作曲 選 在 請 這 請 我們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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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